上台就做一個簡報 它這東西就是把匯總做分析 商品的標誌不一定 這支時間我不要 產品交配我也不要 產品技術我更不要 產品訴求 產品訴求跟廣告相關 所以這很有 那廣告訴求呢 它的主要的標題標誉 你這樣是什麼 應該把它呈現出來 在美國用的是最簡單的相機 可以讓大家學習 我講過很多次 你今天想要拍這邊的同學 你想要從這邊掃過來 我做給你看 這就是腳架點 這就是你的相機 最後在這裡 你從這邊開始 一定要先測身 因為不一定每個都用腳架 隨便亂拍晃動 為什麼晃動 要減少晃動 所以我要從這邊 鏡頭拍到這邊來 先這樣子 因為到後來這邊就會很穩 所以你最後的那個點 必須定 我這個叫第一屆 第二屆第三屆 總共叫事件 最簡單的事情 講不出來 現在還有一個人 從前面的人進來 它的動線 你必須要了解 來我先做給你看 對不起老師 打擾我這邊進來嗎 他不是對著你講 他不是對著他講 我是對不起我跟你進來 相機要反正在哪裡 相機絕對是擺在這裡 所以最後 他是到這邊來 面對著老師 比如當時做一切 所以最後的鏡頭 是擺在這邊 那我鏡頭第一個 一開始 空空空 敲門 根本之後他進來 所以會有特性 等到他走進來之後 我就跟著他背 假如說 我這個腳架不要 我要跟著他 他走進來 我就跟著他的背進來 因為他來 透過這個人的觀點來看 這一群學生 上這個老師的課 到底好不好 他要跟老師借時間 學會 現在辦什麼活動 需要學生去 所以我的相機架在他的背後 從他的觀點來看 就是整個上課情形 這種紀錄 你一定要了解 熟的時候 才有辦法去剪接片 就是30秒 所以這是影響影片的拍攝 那這個東西 視訊器教的很多 可是我覺得現在的科技變 讓我們不需要用起來這些東西了 因為現在的數位相機採光石 光線的來源 很簡單 那邊怎麼比較多的是打光技術 導具 去做等等 他一定會害怕 剛剛有人說要做影響 你看不到他翻著內光 因為我的常態性就是不過敏 有人貼這麼進去看嗎 可是你看這個廣告的欺負號 是不是都是特寫大特寫 這就是影響語言 影響語言一定要學會 但是以後你在操作就比較沒有問題 我這樣聽到 哪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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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叮總統 其實這要告訴各位一個重要重點 他有一個切入點 像這一組同學 他們現在所做出來的 就是他把主要影響 全部去做分析